最后我想强调一下,在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来讲,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写好你的tree model,完成你的tree model这个函数。 当然它是取决于你怎么来写你的preprocess feature这个函数,预处理你的特征函数,怎么来写你的get model。 就是你的模型是怎样子的,get model是这个函数,你怎么定义你的模型的,当然呢,还取决于你是怎么生成imix接的witter,你把这些完成以后呢,那你需要上传你的tree.py和tree.py文件, 到你的ftp目录里面去,并且呢,你要上传你已经训练好的网络模式,根据我们的设计,训练好以后呢,你会产生一个叫做,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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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通过测试数据集检测你训练的模型,这个模型文件代表的模型,报的好不好 所以说你要上传的事情是三个东西 一个是PyTrain.pl文件 一个是Utl.pl文件 一个是Wint.best.htfn 这样一个模型文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